花一年五塊錢美金 五塊錢美金才 大概值得台幣才 150而已 一年150 150你連開場電影都看不到 所以那時候就 就買了 當然之後他的 費用就提高了 你會發現 現在大概100GB 一個月要五塊錢 一個月五塊錢 一個月 150塊你就雲端一點 100GB 那其實你會想說 這個一個月150到底貴不貴呢 其實可以算一下我發現身邊好多 尤其年輕人 他們的智慧銀 因為他們買智慧銀手機 都是綁約的 我一綁都綁1000多塊的 最高 花費了 那我想說 如果那個費用 其實 像我自己本來是有綁那個 吃到飽 後來我發現 好像不太划算 所以後來有其他方案 他就是 一個月就1GB流量 那因為我大部分時間 都會到WiFi的地方 我就開WiFi就好 我就不要開這個吃到 我就不要一直用3GB 那算下來 我一個月 應該也用不到1GB 所以我就把費率改變 其實大概就是 至少就省了 一個月至少省了 省了至少500到1000吧 那這錢當然可以省 就可以省下來了 也不如小補 所以其實 但是 一樣 企業 也是在 很 拮据 而且在競爭嘛 因為其實如果你不競爭的話 基本上 你就沒有 沒有獲利 獲利來源 就像昨天好像有一個 一個 新聞嘛 就是 有人 有記者訪問說 郭台銘 有沒有 訪問郭台銘 郭台銘 就問他說 到底 為什麼 大家 就是賺的錢那麼少 那為什麼郭台銘 可以賺那麼多錢 對不對